叶子 主人 属下查到老城主私生子的下落 好像是陆家大公子 陆芝允 对了 顾少爷说 今年的豆茶大会 我一定能演 顾少爷年年这样说 你还不是年年输给陆少爷呢 闭嘴不准备和王毅顾少爷 嫂嫂 光天欢日之下 你又想轻薄于我吗 嫂嫂这是哪里的话 新婚业 嫂嫂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对嫂嫂一见亲心 从此只有爱重的份 看不出还挺痴情的嘛 我就知道嫂嫂 你的心里是有我的 嫂嫂 宝宝 怎么一碰就到了 不知道啊 不愧是城中第一汉妇 果然是好有魅力啊 原来是好这口啊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 住手 放着回来再打吧 城主有纸 让你随我一同前往 城主要见我 我们沈家的出头之日 终于到了 我要让城主知道 我们沈家的茶叶 和陆家的一样好喝 这小子又懂什么坏心思了 走 我该 草民沈兰 陆之远 拜见城主大人 平身 洪秀 俗话说 对酒当歌 这喝酒 岂能没有乐舞相助啊 好美啊 陆之远 本城主大要看看 你面具之下藏着什么 这么心机想看本公子的真容 那就满足了 红秀 红秀 城主大人 你竟敢冒犯陆公子 来人 把他拖下去杀 主人饶命 奴婢不是故意的 我能饶你 陆公子能饶你吗 既然如此 奴婢就砍了这只手 向公子赎罪 请吧 城主大人 这位小姑娘也是无意之觉 况且 我夫君 也把小姑娘吓到了 咱们扯平吧 好吧 陆家绍夫人替你求情 我就饶了你见门罪 回来吧 是 那么接下来 我为城主烹茶吧 我叫 我叫 城主觉得怎么样 陆下做供查多年 味道自然是好的 城主 这些是我们是 这茶有毒 来人啊 抓刺客 不对啊 茶汤清澈 茶香扑鼻 那茶水怎么可能有毒呢 那就算有毒 也不能只抓我一个人了 怎么才来换港啊 抱歉 家里有点事来晚了 下次注意 好 哥 哥 我来叫你了 什么 什么 哪 没事